国内首列多适应性中运量单轨系统车辆 今天在于下线 与之配套的单轨交通系统也同步亮相 本次下线的多适应性中运量跨座式单轨车辆 具有爬坡能力强 转弯半径小 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 最高运行时速80公里 单车载客量136人 可灵活编组适应不同客流需求 现在我就在刚下线的中运量跨座式单轨车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驶还是非常的平稳 而车厢和原本的单轨式车厢似乎大同小异 但是由于采用了碳纤维材料以及永磁电机等系统 一节车厢就可以减重20%左右 运行和维护成本也随之降低 能够降低15%到20%的这么一个图件工程费用 当我的客流增加的时候 我可以在任意时间往里面增加车辆数 来扩边它的车辆的一个编组形式 最高可以达到六编组的这么一个配置 未来使用的方向应该主要集中于 中小城市 旅游区 站站接驳等方式 当天 中车常客股份公司 还分别与大足区 重庆铁路集团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将在中运量单轨系统项目落地 智能运维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此外 重庆轨道集团也与中车常客股份公司 通号集团签约成立了合资企业 业务涉及轨道交通车辆检修 通信信号制造维护等领域 这次双方的合资合作以及新型单轨车辆的下限 更是为单轨这一重庆制造的成果走出去 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 未来共同推动重庆轨道交通发展 迈上新的台阶 明镜与点点栏目